不知不覺我們就來到了夏天的最後一個節氣 大薯 對那我患者他本身就是屬於吃熱體質 像是他常常跟我說大薯買一送一 然後一次就會嗑掉兩個大薯 好可怕 對我就想說哇你的皮膚都已經這麼油了 你還吃這麼多烤渣辣的東西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做兔子式 往前推到頭頂 停留在這邊 坐姿分腿前彎 然後慢慢的往前往前往前趴 停留在你可以接受的位置 也可以讓全身的皮膚新陳代謝變好 所以做這個動作就可以達到抗老的效果喔 你好我是林可彤 我是中醫師孫欣 歡迎收看節氣運動 不知不覺我們就來到了夏天的最後一個節氣 大薯 有一句諺語就說 小鼠吃芒果大鼠吃鳳梨 那意思呢就是說在這個季節的鳳梨呢 是最好吃的 蘇伊勳你喜歡吃鳳梨嗎 我喜歡吃耶 但是吃鳳梨常常會刮舌頭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會那樣子 因為吃鳳梨呢會有刮舌的感覺 其實是鳳梨酵素的關係 那鳳梨酵素呢最多就是在鳳梨皮 還有它的牙眼 所以我們只要把鳳梨皮削乾淨 跟它的牙眼把它挖出來 那吃到的鳳梨酵素比較少 就比較不會有刮舌的問題 超級實用 那其實在中醫上 鳳梨啊它是有解暑解渴消食止蟹開胃的作用 那到了大暑啊我們台灣的天氣 這個應該不容小覷非常非常的熱 大家最怕的紫外線就要來啦 我們很常說皮膚分成油肌乾肌還有混合肌 那油肌的部分呢它比較對應到的是 濕熱體質 濕熱體質的人它的痘痘通常會比較大顆一點 可能會有濃包 對那種患者他本身就是屬於濕熱體質 可是他又很喜歡吃一些烤炸辣的東西 像是他常常跟我說大鼠買一送一 然後一次就會剋掉兩個大鼠 好可怕喔 對我就想說哇你的皮膚都已經這麼油了 你還吃這麼多烤炸辣的東西 對 所以如果你是濕熱體質的油肌 一定要少吃一點烤炸辣的 然後你建議你要早一點睡 可以的話盡量吃的清淡一點 那如果你是屬於乾肌的話呢 乾肌在中間上比較屬於氣血不足的狀況 所以皮膚就沒有那麼多的油脂分泌 可以來保護我們的皮膚 冬天就會覺得有點乾癢脫屑 上妝可能也會容易脫妝 就會有屑屑的部分 對那這位人呢 平常一定要多吃優質的蛋白質 還要多補充水果 保持我們皮膚的彈性 還有保持皮膚的油脂 那這類人也要盡量避免在暖氣房啊 或冷氣房裡面 因為這些可能會讓你的油脂水分 對變得更乾 那再來是混合肌 我個人就是屬於混合肌 你跟我演一樣嗎 我也是 對 那所以這類人呢 他是屬於陰虛內熱的部分 陰虛的話就是陰變少水就會少 所以這地方就會乾 那他也有熱的部分 熱比較多油就會多 所以某些地方又會比較油 那這類人呢 比較不適合吃偏性比較大的食物 他比較適合吃比較均衡比較平性的 像是南瓜啊 茯苓啊 山藥啊 等等的 那這類人也一定要早睡 保持穩定的心情 才可以讓我們身體的陰陽平衡 那這樣子混合肌的部分 就會有好皮膚哦 對 好重要哦 接下來呢 我要教大家幾個瑜伽的動作 要減少地心引力對抗它 所以讓我們皮膚呢 可以緊實的keep住 減緩老化 這次呢要介紹的三個動作呢 都可以呢 防止我們的臉部老化 非常非常的重要 第一個呢 是我們的頸部的一個運動 其實大家呢 可能很常都會做這樣子的伸展 但是呢 不知道這個呢 可能可以讓我們的臉部更緊實 那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可以準備一條毛巾 那我們先向右看 到最右最右最右 甚至右後方 然後向左看 回來 然後我們用右手 壓住我們的左耳 讓自己的耳朵 靠近右肩 慢慢地把臉往上看 去做一個頸部後側的伸展 再換邊 壓右耳 讓左耳靠近肩膀 再慢慢地讓下巴往上看 停留在這邊 伸展我們頸部的後方 那這些頸部的頸繃呢 跟壓力都會造成我們臉部的皺紋 所以一定要適當地 放鬆我們的肩頸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拿出我們的毛巾 把雙手向上 然後呢 做一個 更深度的 左右側的扭轉 然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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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巾幫我們頭後方 去做一個 很舒服的後彎 拉長我們的脖子 而且有了毛巾的幫忙 你就不會覺得 頸部的後側有很大的壓力 緊繃的頸部肌肉 會讓我們的血液循環不良 導致我們的血液啊 養分啊 沒有辦法供應到臉部 那皮膚就沒有辦法去做新陳代謝 也會非常容易變老喔 所以任何跟臉部有關的保養運動 一定要先從頸部的伸展開始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做兔子式 兔子式呢 是一個很舒服的可以按摩你頭頂擺會穴 而且可以讓你的臉倒過來 有一個對抗地心引力的動作 我們可以很輕鬆的呢 坐在地面上 然後呢 好像嬰兒式一樣的趴著 準備好了之後呢 讓你的額頭 往前推 到頭頂 停留在這邊 然後左右的稍微搖晃一下 可以按摩你頭頂的擺會穴 讓你會覺得精神更好 然後呢 很多頭部的壓力 可以靠這個動作呢 去做放鬆 那同時你的臉呢 是做一個很簡單的倒立 可以停留 三到五分鐘 再慢慢的 坐回到你的腳跟 兔子式可以按摩到你的擺會穴 那擺會穴位於我們頭頂正中央 多按摩有助於舒緩頭痛 緩解壓力 那如果你是害怕長很多白頭髮在頭頂的人 也可以多做兔子式這個運動哦 接下來我們來做一個很簡單的 而且可以讓我們下半身循環更好的 坐姿分腿前彎 我們只要呢 輕鬆的坐在瑜伽墊上 然後把雙腿腳跟 接觸地面然後打開 那這個時候你會覺得你的後腿有一點點緊繃 你可以來回的踢踢腳去做一個放鬆 那很多人要注意在做的時候呢 大腿後側太緊繃 讓你沒有辦法這樣子做正的話 你一樣可以在我們臀部的下方 放一個瑜伽磚 去墊高它 那就可以讓你做得比較挺 那記得這一塊呢 腹部的地方一定不要塌陷 要讓你的腰跟腹部的地方呢 是挺直的 有些人的腿後側的肌群可能更緊繃 他可能只能做到這樣子 都沒有關係 那只要你把它停留在這邊 然後慢慢的 伸直 伸直 然後讓這一塊 讓下腹是挺起來的 然後慢慢的往前往前往前趴 停留在你可以接受的位置 3到5分鐘 然後你也可以踢踢腳 讓你的腿後側的循環更深沉 分腿前彎可以促進我們骨盆腔的血液循環 還可以調節我們的荷爾蒙 那甚至可以延展到我們肝筋 那延展肝筋就可以讓我們的排毒效果變好 也可以讓全身的皮膚新陳代謝變好 所以做這個動作就可以達到抗老的效果喔 我們在大暑時節 體力會消耗的比較快 因為我們出汗也快 所以一定要多補充優質的蛋白質 雞蛋啊 魚肉啊 豆類啊 都是屬於比較好的蛋白質 那再來就是我們在大暑時節會出很多的汗 所以你的水分一定要補充的比平常還多 那我建議可能要喝到一天 1800到2000都是比較適合的水量 那很多長輩很喜歡喝茶 也他就會說 有啊我有喝水 有喝茶啊 什麼普惡的茶 對身體很好啊 但事實上 茶飲手搖引這些跟水是不能互相替代的 好喔記得喔 所以呢趕快放下你手上的手搖引 倒杯水來喝吧 那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的話 記得幫我們留言按讚加分享 節氣運動我們下次見